位在花莲市中心林森路的花莲莉莉华美达安可酒店 迎接了农历新年 以艺术共享平台的概念 今年西首锅子旧文化艺术基金会 在酒店一楼大厅还有咖啡厅 打造独具人文气息的安可一郎 迎接新年新气象 而日前邀请了艺术老顽童许俊达 现场辉豪春联赠送给住客 借此位安可一郎揭开序幕 位于市中心林森路的花莲莉莉华美达安可酒店 以文化艺术结合观光旅游为定位 提升观光旅游的内涵价值 迎接2024新气象 今年西首锅子旧文化艺术基金会 在酒店一楼大厅和咖啡厅 打造独具人文气息的安可一郎 日前开幕邀请年过七旬的艺术老顽童许俊达 现场辉豪赠送祝客春联 为祝客带来龙年喜气 在这个龙年新春之际 那我们借由这个许静达大师辉豪 揭开我们安可一郎的一个序幕 那安可一郎在我们花莲莉莉华美达安可酒店 成立 那等于是今天 今天正式一个揭开 我们在安可一郎 在这个花莲在地 结合了树名的这个艺术家 有我们的璀璨系列 有我们的无极系列 还有我们的浮沐雕刻 还有我们的石座艺术 希望借由花莲达安可酒店的这个平台 能够回馈地方 然后让这些艺术家 所有的这些艺术姿美 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花莲 这些艺术家的创作 那花莲莉莉华美达安可 希望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 能够回馈地方 回馈社会 未来希望我们在这个酒店 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创作 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 能够发光发热 国子旧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周更利表示 基金会与酒店合作策划 以安可一郎为名的艺文展场 注入文创元素 未来将以过此旧音乐文化馆的主题策展内容配合展出 邱瑞君提到 同步推出年度人文艺术之旅住房专案 入住即可获赠过此旧音乐文化馆门票 及创作艺术品 透过部分空间提供艺术创作者展演交流 融合在地特色与酒店 期盼也能借此吸引旅客 对莉莉华美达安可酒店的美好印象 记得蒋邦彦华理事报导 看巨会 对莉莉华理事报导 对莉莉华理事报导 按糟友 好 好